大家好 我们生活当中 施工租业时 难免会出现一点小小的失误 比如说这个产外线 在施工租业时 压到了固定物体下面 而且固定物体 还无法移动 怎么又取不出来 有些人选择 快刀斩烂麻 直接剪断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我们在不需要破坏的时候 依然能给它取出 只需要将这个线 向上进行拉伸 然后做个半扣 将这个半扣 奔底有个缝隙 奔底的缝隙往前一推 然后将这个 刹头奔着半扣 上面给它掏过 双向一拉伸受力 就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下次再碰上 同等事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此方法